新家第一顿 妈妈最辛苦了 对喽 妈妈最辛苦 碰杯 老婆 你不说咱们去面试 你买两身新衣服吗 你又穿上旧的 不是想着 咱们现在还欠着银行 那么多钱 花起钱来 就没那么有底气了 两身衣服而已嘛 不差这个 洗完就买 老公 你会不会觉得 我非得要换这个大房子 给你很大的压力 不会 换大房不是我拍的板吗 住得更舒服 日子过得更好 这有什么错呀 是不是 儿子 爸爸说真好 你听听 儿子 就是你心里啊 你就别总想着 我们住进了大的房子 儿子就必须要去 顶级的幼儿园 期望越高 压力越大 我知道啊 你是那种追求完美的人 可是养孩子 最重要的不是追求完美 而是顺其自然 你不能这么想啊 你想 我们搬进了这栋大楼 我们就是要过 更好的生活 因为我们的辛苦 决定了孩子 将来发展的方向 好 好 好 都听你的 我们不约定好了吗 教育的问题 我都依着你 所以咱们俩得好好 准备一下幼儿园的面试 这次真的挺重要的 怎么了 怎么了 惊喜 这不是我在日本参加现场的 比赛视频吗 老婆 要不是你鼓励我离开团队 自己做公司 哪来的今天的局面呀 我们生孩子 换大房子 每一步你都逼我有魄力 是你推着我往前走 是因为你有才华 是因为你有才华 我们家现在所拥有的一切 都是你一张一张图纸 画出来的 一颗一颗烟花 飞上天落下来的 谢谢你老公 我好想突然有一种想法 我好像突然有一种想法 好吗 我给你讲一讲 来来来 来 什么想法 你快来来来 我想设计出一款 独一无二的烟花作品 名字我都想好了 叫做蓝色梦境 什么样的烟花 特别地绚烂 因为从来就没有人 以蓝色为主题 做出来烟花 你想象一下 天空当中 深浅不移的蓝色烟花的 绚丽地绽放 那边 是天空 那边放顶上 海洋 海洋 前面这个日月星辰 还有史不清的珊瑚 色彩斑斓的热带鱼 能看到吗 我就想把海洋里 所有的收入 在这一瞬间 全部给它点燃了 你的作品好棒了 徐总 真是 有点不太记成本吧 就厉害了 少说